年龄月娥1.8亿 他是很多人眼中的成功单身汉 真的是一个黄金单身汉 四叶有陈 他非常的有较劲 居家必备 特别有号召力 强大的财富能力背后 却是一个传统的男人 传统是睡骨子里的时候 一定有儿子 如果能生男孩更好啊 如果不能生男孩 也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就觉得这个婚姻有问题吧 我是可以接受 而且我也喜欢儿子 他成熟干练举止优雅 美貌与智慧并存的他 能否打动黄金单身汉 我想一个方面 可能也是工作的原因 也能认识很多的人 但可能一直就没有碰到 特别合适的人吧 因为我们对婚姻 可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理解 他长相甜美 性格直爽 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能否获得真情 我做到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 最好的总结 所以我不后悔 幕后主创走上一幕 帮您解读人物背后的 真实状态 我是觉得你之所以单身 单身到现在 其实我认为它是有道理 条件优秀的大龄单身 无法走入婚姻 是什么牵绑了他们的脚步 我希望就是说 能够活得比较真实 我比较喜欢性格温和 那起码就是说知书打理 然后带人接物什么 这也得很体面的 反正他应该跟我是 能有的聊的 选择7月21日到23日 三集联播 这么优秀的你 为什么单身 这里是北京的石刹海 有美丽的风景 更有北京的韵味 这里有着一条条胡同 每一条胡同 都有着不同的特色 在这条胡同里 有一处会所 里边住着一位 优秀的单身男青年 大家好 我叫王运虎 今年36岁 山东人 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 09年在马来西亚 读的经济硕士 MBA11年回国 现在目前在中国青年海贵协会 担任副会长 他是多家公司的董事长 在很多人眼中 他是标准的成功人士 真的是一个黄金单身汉 四叶有层 特别号召力 这人很踏实 为人比较坦诚 有事业心的男人 真的是很有魅力的 但就缺少一个家庭 身边有很多女生 但是能够静下心来去交往的 其实很少 别再拖了 再说真的等不下去了 他的公司年营业额 达到1.8亿 但他却是一个 不会谈恋爱的木讷男人 为了给这个黄金单身汉 寻找合适的伴侣 我们找到了两位 优秀的单身女士 一位成熟干练 一位甜美可爱 究竟怎样的女孩 才是他的梦中新娘 他是选择开播以来 上节目次数最多的男嘉宾 条件优秀 却难以走进婚姻 通过精确匹配 一位女士映入眼帘 她们又能否成就阴言 选择现场将为您揭晓 你好 你好 哇 秀其实漂亮啊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各位老师好 你好 老师好 老师好 亲爱的你好 一号女嘉宾 吴丹丹 32岁 未婚浙江人 外企培训导师 年收入20万 选择语录 真诚期待 有缘的你 吴丹丹是我们为黄金单身汉 王运虎匹配的第一位女嘉宾 她是一位职业女性 美丽大方 人格独立 高收入 高素质 是王运虎喜欢的类型 二号男嘉宾高明 39岁 北京人 未婚 网球教练 有车有房 月收入过万 你会觉得自己条件太好了 然后有点难找吗 我倒不认为是因为我的条件 难找的人 因为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你记得别人说你是大龄三身吗 不太介意 我见到了身边很多很多 年纪很大的人 其实她的心态很年轻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年龄 她只是一个数字 这女的应该挺理性的 对 一个是挺理性的 你讲她不理性 她怎么能给人做分析 做什么这些规划 从她的工作状况来看 这个单子的原因 你能帮我总结一下吗 我想一个方面 可能也是工作的原因 对 因为我是在一家美国的企业 然后从毕业工作 一直到现在 应该说可能出差啊 什么也都比较多 可能 对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是做培训和咨询 其实也能认识很多的人 但可能一直就没有碰到 特别合适的人吧 另外一个方面 因为我们对婚姻 可能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理解 这人像女企业家 挺适合你那个自己创业的 人家有自己喜欢的事业 我觉得这挺对的 但是有的时候不同的阶段 你要把这个重心要转移 你有点挑 其实每个人都是挑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喜好嘛 那只是说可能 挑的点不一样吧 我还是相对 喜欢青春活博也行的 我喜欢成熟一些的 但是青春活博 带一点睿智 有点气质的 我感觉是比较喜欢的 他气质还是不错的 对 着急了吗 这个年龄 我倒并不是说是着急 而是说 我对婚姻有渴望 我已经准备好结婚了 家里边人应该是着急了吧 对 我父母会比较着急 尤其是我妈 我父母不知道 因为我父母现在还在山东 山东呢 有的时候 我也没有告诉他们 因为第一呢 就是说是 我的父母 我生活在农村 能不能接受这一点 我还不知道 其实青春是我 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特别特别的 关心我的终身大事 然后呢 就是他给我打电话 说有这个节目的机会 然后当时妈妈在身边 然后他是比较反对 这个事情的 为什么呀 会给你很多那种 负面的信息 哎呀 你的闺女 是不是有问题呀 是不是太挑了 对 是不是太挑了呀 还不叫自己说的 对 就会给你去很多负面的东西 然后让他会更着急 然后会说 你看看你女儿 是不是因为不够好啊 所以还要到电视节目上面去 所以我妈妈呢 是有这种 比较多的这种 怕对我影响不好 老乡的看着 印象不好 这也是多一个渠道吗 我觉得本身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是 确实 多一个途径 多一个途径也无熟呀 不是 我就是一直 自己想做什么家里 这样 因为我也不会太出格 所以我觉得就 爸妈一直也还都挺支持我的 我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觉得既然是真心找爷们的 那就就是途径不是特别重要 这样就是肯定是正当的途径 那我就是在一个相对还好的年纪 就是比较美好的年纪 然后展现自己没有什么我坏 二号女嘉宾董吉 二十六岁 北京人 未婚 外企职员 月收入七千元 选择语录 我在等我的大将军 董吉是我们为王运虎匹配的第二位女嘉宾 她美丽善良 乖巧可爱 对爱情执着追求 也是王运虎喜欢的类型 她和一号女嘉宾 谁才更适合这位黄金单身汉呢 你问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那天跟青山聊过 我的理解可能有三个层面吧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这个人是就是必须要拥有的 可能就是他的人品啊 品格啊 善良啊 上进 就这个人愿不愿意去成长 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应该要有的 比如说跟我可能能够有类似的价值观 然后教育背景啊 然后她现在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 第三个层面就是说 可能有一些东西她拥有会更好 比如说经济的 横看成零 侧成风 远近高低的不同 有可能你觉得好 我觉得她不好 这个每个人的审美观点都不一样 她还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就这样的女士 就特别特别的不好找 为什么 太理性了 感情感情更多的还是来源于你的这种 感性的东西可能更多一些 都是处啊 其实就是 其实如果你看 看一个人看对了眼 就是那些都不重要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我看过的就是一句话 真的是世界上存在一种一拍即合的爱情 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是期待的 必须有 那么必须有 到底有多少是必须有 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 这就决定我们怎么选择 我就想起当年我找对象 我挑的第一条是 北京市城市户口 因为我是奋斗了N多年之后 我才留北京的 所以我把这个户口放在地位 我是从河北省通过读书 努力23岁才留北京 所以23年的奋斗 就为了一个户口 那么说第二条呢 我说第二条最好是出婚吧 如果没有婚时是最好的 然后第三条呢 第三条我说 如果跟我相同的教育 那就是一个最高限了 也按照你这个理论 必须的需要的 然后最好的也是这三条 我倒觉得这没有错 我非常欣赏您这样的一种理智的思考 但是你知道吗 你那三点吧 他说句心里话叫接地气 因为可操纵 北京市户口 未婚 未婚 他这是什么呀 善良 我坚信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善良 我有责任感 我有责任感 但是你怎么评价 这就难了 是吧 你说变成什么了 我说你有你就有 我说你没有你就没有 我说我刚才说的第一点也是善良 可王英老师就说这比较抽象不好 对我也觉得其实善良你是怎么定义呢 其实每个那标准不一样 来帮我撤下一号先生的话筒 一号先生 你好 你好 刚才一号女士啊 单单她把自己的择偶要求列了三点 必要的 需要的 和锦上添花更好的 你认可她这个 分层的这个 方式吗 我认可 认可 你也是这样的吗 好那讲下你这三点你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倒没有融通的这样说有这样三个层次 你没有分那么轻 对我没有分那么轻 那您所有的要求是什么 我觉得这要适合我就最好吧 这更难 什么就叫 什么就叫适合您的 什么样的类型适合您的呢 就说两个人互相能有那种感觉呗 哪种感觉呢 就是 就是 就是一种 出对象的感觉啊 她多大呀 要是如果都是三十多岁呢 不太可能吧 我不听见 我没有听见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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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是 我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感兴趣 上来就会很有好感 运虎吧 她喜欢那种比较贤惠一点 温柔一点的女生 你觉得这一款她属于你说的那样的吗 我觉得还挺符合的 我问你一下 你单身吗 这个 也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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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身还是不单身呀 可以单身 对 我目前还单身 你刚才刚才说她就很瘦 还有我说挺精神的 三十一了 单单是比你年龄小的能接受吗 相差不大的都可以考虑吧 年纪相仿是吗 其实你这个哥们看上去挺适合她的 还好吧 我只能说不排斥 但并不是那种 也就是一看就是 就是我脑内老公的那个形象 来 我们掌声又请一下 勉腆的一号男嘉宾 有请 你好先生 一号就是朋友 各位观众好 一号男嘉宾王运虎 三十六岁 山东人 未婚 多家公司董事长 2003年公司营业额1.8亿 中国青年海归协会副会长 亲友团评价 黄金单身汉 刚才其实跟单单简单聊了一下 她自己条件还挺好的 然后刚才写得很清楚 什么防御车 什么年薪 会有压力吗 压力不是很大 哎呀 老有底气 她会觉得驾驭不了一号吧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男孩在得偶的时候 就是很怕对方条件特别好 我觉得要是假如找到一个女孩 比我更优秀更好 我更累退回来也可以 你觉得自己算是一个优秀的人吗 我称不上很优秀 我觉得我还不错吧 来 先来看一下一号先生的资料 华电锐能等多家公司董事长 中国青年海归协会副会长 事业有成的男嘉宾 他会更喜欢年龄小的 和青春靓丽的那种 是嘛 他不会这种精神上的 就是我们能不能沟通 因为如果是我跟他一号年龄级 肯定我的阅历啊 经验啊 都不足他嘛 我是找到组织了吗 我是这个中国青年海归协会的会员啊 哎呦 那你就找到组织了 一次没去过 那说不定我们工作做的 你们没有认真的邀请我 老师发一个微信 我看看就算了 一会我们会长在下面坐着 会长还在下面坐着 外面发言就是会长 你是会长啊 要说演员的话 我肯定喜欢下人这种的 对 因为我觉得一号 好像跟我就是搭在一起 显得年纪相差比较大 是吧 就是那种感觉 他其实看着像农民企业家 其实挺有实力的 然后这种感觉 但是他其实怎么说呢 可能跟他那个 就是接触的那个 这个环境有关 他其实看着女孩 显得比较土一点 就是说要是特别时尚的女孩 可能不太会喜欢他那样 然后比如特务实 或者怎么样 可能会喜欢他那样 因为我会经常看到你们发的很多消息 这个现在这个协会 好像搞得非常的蓬勃向上 中国青年海外协会 现在已经发展到全球 将近55万人 其实这个节目 我说这个有点不大 不大合适 为什么说呢 我们中国青年海外协会 就为了帮助这些海外协会 来解决单身的男女问题 搞了很多活动 我有次在一个活动中说 我说我一直在搞这样的活动 他说搞了那么多活动 你怎么没把自己推出去啊 说说我此时说这个 有点不大合适 你们也经常搞相亲活动 也经常搞相亲活动 然后会长副会长都是单身 都是单身 这活动搞得也太不成功了吧 这才叫单身俱乐部呢 那这两位你们这个干事或者是 也是你们负责人是吗 对对对 他们单身吗 他们我知道是单身 也单身 会长同志 我们一般是想 谁几位人先帮助别人 其实我觉得上节目的人 没有说特别差 真是找不到 差到说找不到的 还都是高不成低不就 您告诉我36岁了 还单身的原因吗 我的工作原因是 可能我是做电力设备 以及销售的全国各地去跑 就是说一年到头 在家的机会比较少 因为在外面飘着 黄云虎每天工作非常忙碌 在我们前期采访过程中 他的采访总是被无休止的电话打断 我已经到了 到办公室了 你在哪呢 诶 朗朗 你从外面过来啊 诶 灵溪 张飞 行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把合同打出来之后呢 让我先看一下 我今天肯定去 工作之余 他总是在自己的会所后院漫步 多年的劳碌让他倍感孤独 我从小也幻想过有个青梅肉猪马的爱情 大家一起从小长大 或者什么什么 一起农历考大学什么什么 但是这个人也没出现 因为我创业比较忙 说实话 现在我还是一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现在这个人要出现的话 不一定说是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起码要理解我 亮点来了 我才 这什么美女啊 我能问一下吗 旁边搭着你的是谁啊 搭着的就是在台下坐的 你搭着他 搭着他肩膀中什么感觉啊 就是因为我们太熟了 这是我真是亲哥哥 我觉得就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 好像真的不会有特别特别纯洁的 至少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好感 你单身吗 我单身啊 你单身直接靠了不就得了 人跟人之间 如果说那个点过去了 那就永远只能是兄弟姐妹的亲情了 我和那个虎哥我们就是这样子 虽然你刚才说那个点错过了 我的理解是 这孕虎同志没在你心里留下那个爱情的点 对对对 就没喜欢上没 对就 太直接了 对呀 我觉得他挺挺好的 这女孩比较适合做朋友 这样 对 你能觉得她挺热心肠的 而你跟她就是接触你 你就是不太会有那种距离感 你觉得就比较容易就是说能接触 你觉得育虎和单单姐合适吗 其实说实话 我还挺喜欢单单姐的 就单单姐一上场 我觉得是一个适合被男人娶回家 当老婆去疼爱的人 因为她肯定会帮这个男人 打理好她的后院 让男人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往前站场上去冲 等一下我和你观点不一样 我怎么觉得单单是冲在一线的那个人呢 那是因为单单姐现在身边没有那样一个男人帮她撑起那片天 单单 你是冲在前面的还是管后院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会非常成就我身边的未来另一半的那个人 哇 你眼光比我准 因为我看单单姐我觉得她是这种就是我可以穿得上高跟鞋也可以穿得上围圈的一个女人 这个会长贵姓 我也姓林 我叫林希 我还得问她 林希啊 对 这名这么好 我没跟你握手 我要画她 不是 林会长我发现也腼腆 还没说什么脸红的坑一下 都到耳朵跟上了 我真心觉得观众席那个跟你合适 是吗 我刚才看见她 不是你不好意思说的话 你待会就上台 然后我在下面说 我其实想问的你和林会长有关系 你觉得单单姐适合林会长吗 没有 我反而觉得单单姐更适合那个虎哥 为什么呀 你是觉得林会长没有那个运虎那么好 没有 两位会长都很优秀 只是他们的这个是不同款 你们不觉得单单姐和虎哥还是有一点点那种夫妻像的吗 阿姨 这小妹妹说 她的夫妻像你看出来没 我也挺满意的 我挺满意的 哎呀 她妈妈挺喜欢她的耶 她妈妈好像觉得挺满意的 人情也好 她的能开起来 我开起来就是大气的能 很大气 我能开出来 我觉得女士的妈妈 如果对这个先生有好感的话 他们俩成功的几率会大 第一次见赵母娘 请你模拟一下啊 小妹妹去开门吧 妈妈我去开门了 有人来了 那我们进去了 你先去在你家 哦 OK好 妈妈 这是叫王韵虎 这是我妈妈 阿姨你好 岳虎哥哥好 你好 没话了岳虎 她姑娘可是听她的 不能很多话 为什么搭什么 让喝水喝水坐坐坐坐 什么都不拿吧 带什么礼物并没有 只要带着自己一颗心 对对 你现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那个话筒下面 跟那个阿姨说说呀继续呀 都不坐都站着啊 阿姨请坐都坐着啊 阿姨坐你坐 单单坐下啊 阿姨坐 韵虎站着啊 我坐我站着 韵虎您的表现呀 阿姨本来不善言辞 又是从宁波来的 也不是不太会想办 宁波地方很好啊 有去过宁波 宁波那个那个菜挺好吃的 你啥意思啊 想让赵母娘给你做饭呀 是吧 我家你那个类吃 我也可以做 我做的还非常不错 您还会做饭呢 会做什么呀 会做好多菜吧 您看出来妈妈这个 对韵虎的印象不错吗 应该是吧 是 妈妈都说了 满意 十分美 十分满意 你看 是不是挺合适的 对 觉得像一家子 是挺合适的 但是就看他们两个人 愿不愿意了 也没有什么太需要问的 基本上信息也很清楚 而且山东人 我是南方人到北京啊 我在北京有十多年了 其实我认识的 恰恰是北方的朋友比较多 然后我身边有一些 是山东的朋友 我觉得山东人特别好 特别真诚 特别实在 夸你呢 使劲点头你看 我说的很对 你俩是不谦虚是吗 我说整个山东人 山东人确实一个 很勤劳啊 很勤奋 特别能吃苦 就整体吧 因为我妈妈就是山东人 所以对山东人 还是印象挺好的 对 比较 接着也比较多 我刚才看你的这段视频介绍 有一个印象 不知道单单看到了没有 就不停在接电话 不停在接电话 看起来很忙 你会觉得这会不会忙得 把另一半的忙忘了 所以我比较想要 就了解一下运户 你对于未来 如果组建家庭的话 你可以有一种 怎么样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人的不同年龄段 他说处理工作状态也不一样 环境也不一样 但是呢 不同的年代 要做不同年代的事 前年有忙于失业 但一旦失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你的失业做多大 我会永远没有置景 前几年嘛 我在北大公传管理学院 去面试的时候 他说你这个年 那当时我还年轻 那么两三岁 你这个年代怎么还不结婚呢 我说 我觉得结婚要承担一份责任 我说我现在 有可能一夜 我的失业比较忙 正在愤怒当中 我没有做好承接爱的责任的 没做好这种准备 所以说我也没有 没结婚 那你的现在事业 是已经进入 可以让你放心 放手 或者是相对放心 去把重心转向家庭了吗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 我觉得气场上是挺搭的 我觉得在生活阅历 和心智上面是同步的 但是同步的 就不一定双方有吸引力 房子再大 你就一张床而已 就看你怎么去看那张问题了吧 那我相信你好多年前 就已经有那张床了 基本上自己的理想 包括一些事业的东西 争吵着自己的规划计划 有条步再往前走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十足路口 就需要 要拐一下弯了 不能急速地往前再前进了 他家里肯定也是现在比较着急 那边也是很传统的 像他现在单身的话 有这么优秀的话 他家里肯定是很着急的 我从事电力机能的一些技术 你了解这个行业吗 华电 我们有个客户是华电 那个华电集团是一个发电企业 我这个华电锐能是华北电力大学 我们一起合作一个公司 是专门给这个电力系统输编电设备 以及电力机能方案的一些制定 就做这些 我们有生产有销售 很多方面我们是软件为主吧 做一些这个自动化控制的方便 包括现在我们公司也带领了很多美国 德国的一些设备 在中国做销售 你们俩是工作上有交集吗 有 真的 我是在美国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 我们专注就是营销和销售领域的 所以我服务的都是这样的企业客户 对 没事我上去可以跟他聊聊生活 可以聊聊时尚资讯 聊聊时尚不行 我聊聊生活还是可以的 你们公司需要这个内部培训吗 需要 我觉得有的时候对员工 我现在很鼓励我的员工 你帮我学财务的呀 销售的呀 我说你去报一些社会的班 你拿来发票 我认为对工作有用 我完全给你报销 我的公司也确实这样执行的 把我的财务去学个什么证啊 我说临用业余时间 你去学个什么证书啊 但是你一定要把证好 你学了一顿 回来啥都没考到 那我不承认 看起来你很注重人才的培养 对对对 所以现在企业做的是不错了 是吧 我给自己定性还是在创业当中 没有完全 打到我一想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男人有事业是一定的吧 但倒不是说非得要像他一样 或者就有多成功 但是我觉得还是演员比较重要吧 我相信咱们做咨询工作 应该和就是这样的 就是老板或者是董事长 或者是董经理 有过很多合作 他们的生活方式 应该是非常忙碌的 你最好准备和这种类型的人在一起生活吗 忙碌是忙碌 但是还是跟这个人本身的价值观取向相关的 可能留过洋的人更有家庭观念 其实他们都会把Family First放在第一位 光学生的说 人家不太会感觉到你的那个好 那个是需要接触才能感觉到的 不是凭你自己说的 人更多的现在都是看你的 你的外在外形怎么样 你的谈吐怎么样 你的穿着 你的举止怎么样 也就是这些 然后你自己一说 人家一听也就是这样 然后他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在我们节目录制之前 我也刚才跟化妆师聊天 他说我碰到那个一号的女孩 说好看 不停在打电话 业务特别繁忙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 自己需要有担当的时候 我觉得尤其现代社会 不是说女人只能主后不能主前 而是说我们有智慧去辨别两者 该能往前的时候一定能往前 该需往后的时候往后 我觉得更需要这份选择和智慧 我觉得在家庭当中 人身上都 人每个人都这一生 没有谁回来过 所以说家庭当中 没有必要说谁为了谁 必须要牺牲自己的事业 女人我觉得在不同 从那阶段 你比如说在接了婚来 生下好一个阶段 我要把暂时的工作 转移到家里去 家庭和这个工作 你自己合理去分配 女人还是有一份 自己的事业比较好 因为我有跟这种已婚男士 就是有聊过这方面的 他们确实觉得 就是如果家里 有一个全职太太来来讲 他们确实就是很珍惜 就是太太这份牺牲 但是确实会从心里面觉得 就是心灵上的沟通 会欠缺一些 我们刚才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谈你们的工作 我觉得是希望你们 加深一下彼此在工作中了解 因为两位都算是 事业有成知识 都有自己的 这个一片打拼的领域 那接下来我特别希望 我们转移到家庭这个话题 我们来做一个小情景模拟 看看您二位 在面对家庭中出现的 小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 那这个情景是这样的 两位结婚了 有一个小宝宝家里边 两岁半 正是特别年家里人的时候 然后你们二位 都有一大单子要出去谈 要签合同特别重要的事 这个时候 孩子帮摔了一脚 磕着了 哭啊 闹啊 就不让你们两个走 怎么办 马老师 算了 青山吧 你是那小baby 这长得点着急 这两岁半吗 两岁半 就刚会说话 刚会那个表现一下那个 我就觉得 就算不是两岁半 你觉得你能有 这么漂亮一人吗 好好好 两岁半你就 两岁半这玩太棒了 来来来四岁半 四岁半可以 我就四岁半可以 看四岁半可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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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别哭了 别哭了 刹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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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来来别哭了 爸爸给你买冰棍好不好 我觉得那看她摔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是骨断筋舌那种 肯定要先去照顾孩子了 那但是如果说只是他那个孩子 因为娇气的那种哭闹的话 我觉得可以不用去灌他这毛病 你该忙什么还是应该去忙什么 你不能因为他这然后耽误了 就是你自己的那个计划 而且因为你跟你签合同的人 可能不了解你是一个什么状况 你可能这种你会失信于你的 那个商业伙伴的 我得抓紧收拾收拾 我的文件收拾我的资料 我得出去去签合同你 孩子你照顾我 好吧 OK 这商量事怎么也像开会的口吻呢 哎呀王总实在不好意思 我儿子现在 我儿子现在就是摔倒了 我有一个家庭要紧急处理的事情 今天这个会议我能跟你 约另外一个时间吗 约了改的时间单子就飞了 要不算了算了算了 咱们咱们两个同学看看 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吧 然后不行了 我叫我的助理去代表我去 我师傅给他解释一下 OK你去吧 好吧我陪儿子 来儿子走 帮我带你去公园玩去 好吗 走 我就要妈 我要我妈 就要妈 抱抱 我要我妈 妈妈也工作 妈妈工作 妈妈也陪你啊 他们现在只是在设计 种种那种可能性 但是有时候 你现在说到的 不见得你将来能做得到 他只是现在这么一说 我很多年前就开始思考 其实我是内心有一个决定的 就是如果我有孩子的话 在孩子三岁之前 我不准备全职工作的 就是我可能去接一些那种 这种part time 做一些顾问什么 但是我是没想去工作的 不过这样的话 用户你可能就 压力就大了 如果一个女人为了你 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实力 我不是放弃 我会做一些另外的安排 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是要 朝九晚五去企业的 但是我未来我就不是这样子 去一家企业担任一个职务 我会去做一些可以 这种freelance 自由一点的 比如说去给企业讲个课呀 或者是做个一些企业的顾问啊 但是不需要占据我的很多的时间 我知道他们这行 其实特别好 就是真的想退出企业的话 自己去做 也可以接到很多生命 其实零到三岁 是一个孩子的人卓 在建立的初期 这一个孩子非常重要 尤其是母亲的陪伴 是有规划的人 他在那个阶段 我最大的任务 是陪伴孩子 对 我觉得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另外一方面 可能也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因为我小的时候 从来没有跟爸爸妈妈 在一起长大 是吗 对 怎么会不在一起呢 就是因为爸爸妈妈 做生意嘛 一直在外面 我应该跟丹丹经历差不多 从小也没跟父母在一起 就是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 到多大的时候 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 17岁 这个会对你影响很大吗 会很大 对 是小时候觉得很孤独 对 因为很多的情感 就是不像那种 从小孩子 在一个非常安全的 父母的身边 长大那种孩子 特别会表达 比如说可能很多的人 第一眼看到 我的形象的时候 就觉得 已经是一个特别干练的 特别职业化 对 我有这一面 因为那是我职业的需要 我社会身份的需要 但是如果我 可能脱去职业装的时候 我给青山发的照片里面 我有我旅游的一面 运动的一面 家庭的一面 人有很多面 你告诉我 刚才为什么要掉泪吗 那个对我有触动 现在越来越知道 就是孩子跟父母在一起 长大有多么重要 我觉得我缺失的就是那种 小孩子在父母身边的 那种小的时候的那种感情吧 当然我现在跟我妈妈 我们不是在弥补 我们是在全新地创造 我们的母女感情 你想像中国这种家庭 一般如果你不是跟你父母 一起长大的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跟你的那个 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 一起长大的 那样的情况下 基本被溺爱的会比较多 这样的话呢 对她的成长其实不利的 我个人其实就是这种例子 她小的时候 没有在我兄弟撒娇 没有 她爸爸是十岁了 十岁才见面啊 到十岁见面了 天啊 一直在外面那个 新江乌鲁木齐 去出那个塔城 就在那边的地方 给 所以我已经 就是她两岁我就走了 她是跟奶奶 跟她爷爷 还有姥姥 姥爷 这样的 对 现在你们 就是她 我关心她的也是比较小 小适合 她很结强 什么话也不说 跟我好也不说 坏也不说 她只是一个人成熟 其实我现在还蛮感激 这段经历的 对 我觉得就是 就是一堂课嘛 人生的一堂课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 这一生当中 都有她修的一个功课 有些人可能是要 在情感上去修 有些人可能是要 在金钱上去修 有些人可能是 在健康上面 我从这段经历里面 我其实特别特别的 感激我爸爸妈妈 就是任何时候 我都告诉我自己 第一他们给了我生命 第二就是他们给了我非常好的教育 这是我永远永远要感激他们的 谢谢妈妈 所以妈妈已经坚强 你看我知道你掉泪 她肯定心疼 但是她一直把笑容给你的 对吗 我也全受感动 她母女这种感情 包括阿姨 未来要给她一直也很 但是其实刚才单单说到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由于她童年有这样的经历 她觉得可能对成长上是有些缺失的 所以她会给自己孩子一个完整的一样 关于孩子上你怎么想的 她说三岁之前是基本上是要就是半职 主要找一些孩子陪伴 你怎么安排这段生活 我倒没有想那么远 听伤你陪孩子的时间 我觉得我也很歉疚 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工作忙的关系 我的爸爸和妈妈帮我照看着孩子 我们几乎两周回去一次 两周一次吗 两周一次 每一次走的时候都不敢带孩子醒的时候走 我们必须在孩子还没有醒的时候开车走 回家 回到北京来继续奋斗 我们为的是能够奋斗几年生活再好一点的时候 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 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居所 谢谢 青山的孩子也是她爸妈看的 对 所以现在留守儿童是 以后会有很大的心理隐患的 如果她说的这段 应该挺能触动的一个男嘉宾的 对 会加分的 余华 单单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姑娘 刚才 单单的妈妈坐在这里 你站着 她会陪你站着 你可能没注意到这个戏 我注意到这个戏 我去过宁波 宁波那个菜挺好吃的 你啥意思啊 想让娘给你做饭呀 是吗 她坐在那里觉得不舒服 她站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和你一起来奋斗的人 我觉得单单现在还是有力 我去拿点纸吧 不错 这个动作很好 我觉得都是在单单在说她的精灵 那个男嘉宾没怎么说过她的 她一直当签工者 所以可能就是她腼腆的那一部分 就会这边就会体现 我觉得有人可能是在工作上特别强 就是我在工作上的时候特别能说 然后遇到自己感情生活上的时候就不行了 只会这样 其实动作挺贴心的 这话也得跟得上呀 两个人要是说互相会理解 不在乎这个语言上 而在乎你心里怎么想 她会在这种 比如说你伤情难过 需要暧昧时候 一来一张纸巾或者其他什么 其实可能这就够了 够了 其实很多时候 比如说表达 我刚才说这些 其实并不是代表我难过 它是一种情感表达的需要 其实我可能就是想把那个情感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她刚才举动你挺满意的 对 她愿意听 我不光听 我还是很认真去听的 我觉得女人呢 有的时候女人本身是水座的 女人是激动她也流泪 高兴了也流泪 就是说有的时候她释放一下 就 对 其实这个时候 也不需要你去 韩天的口号去 给她怎么安慰她 就是某某给她抵个纸巾 或者给倒背在水 或者什么 我觉得你做一个倾听者 就已经 她得到释放之后 你们俩好像互相都非常了解对方 可能是因为我们年龄都大了吧 不是 我不跟别人讲 我随缘 来 林会长 听完丹丹刚才这番描述 你怎么感受 的确挺感动的 这个首先丹丹那个能力非常强 然后很独立 而且也很孝顺 我对丹丹印象非常好 那么好 没有替自己 我特别能理解 运虎现在的一个感受 运虎这个人哪点都挺好 就一点 他在遇到关键的表达上 尤其对于情感上来讲 他是有一些障碍的 如果让他说工作 他的决断力 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现场办公的时候 所有的话 跟他所有手下的人说的话 没有说第二遍的道理 如果说第二遍的话 他就要发火了 但是对于感情的话 他真的是一个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人 现在林熙在这里 他明显的 心里其实是知道的 林熙可能不能接受 比自己年龄大一点的女孩 他心里非常清楚的 运虎对我比较了解 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势人情 运虎这种人 他不屑去做 我是觉得你之所以单身 单身到现在 其实我认为他是有道理的 有的时候兄弟坑一把 他又不介意你在乎啥 你自己也有自知之明 觉得人家是不是跟你比较合适 或者对你也有 有点那个意思 如果你觉得可能你自己 没有这优势的话 那你还不如成人之美呢 不能让是吧 必须的 咱也不让他 和大家还有什么想交流的吗 没有 那跟他休息一下 好 谢谢你们啊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来 谢谢 我觉得生活当中 我比较喜欢跟这样的人相处 我觉得他已经放得很开了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他可能还比较紧张 手在抖 但我觉得做情景练习 他还放得挺开的 比我还开的 因为大家一开始都是在说 他腼腆 其实他一定有他不腼腆的那一部分 一定是有他工作里面 很有担当啊 很当机立断的那一面的 当初怎么想到回国呢 国外再好 我在我心目当中 还是家乡的天空是最蓝的 只有生活养我这片土地 才适合去发展 有可能从小 我生活在农村 是一个传统的家庭 就是说 对国外那种生活方式啊 我觉得接受不了 但是我会 每年我都抽出了一定的时间 去国外去考察啊 去国外的 参与一些大型的展览啊 或者去了解了解 特别是这几年呢 就是说 这个党和政府啊 对我们海归特别重视 去年嘛 欧美同学会 欧美同学会 它是中国 这个官方的一个 它叫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他们成立100周年的时候 我们习总书记 带着七个常委全部出席 发表重要讲话 也伸出了一些 就说欢迎海归回国 让世界更好了解海归 了解中国 那么海归作为 我们从国内 国外出去 对中国必要了解 要去宣传一些 我们中国的情况 让国外的那些 外国人能了解一个 真实的中国 有可能说 国外的一些媒体啊 尤其是政治的因素 它会 它报道的东西 只是取的一个点 有可能说 看到这个镜头的 会联系到很多 但他不知道 幕后还有好多好多故事 就是我们又 作为这个海归出去 要把自己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 与我们中国好的一份本 让他们了解我们 在我们回来之后呢 也得想着 把一些先进的理念呢 要带来 我觉得我们俩 应该是属于价值观 还蛮类似的那种 应该交流起来 不费劲 那很多年轻人在一起 那肯定就有很多 单身的男女朋友 您就没有这些年 谈个恋爱什么的 你要说一张百折 也不可能 这个年龄了 年龄比我差距比较大 差多少 差 十岁 十岁多一点 自己年龄大 有可能说 感觉能接受 或者会包容一些 这些 但是在一些理念 偏差特别大的时候 会有所 你觉得是什么 不能接受啊 老是很疯 很疯的去玩 去喝酒 在外边每天 这个 泡夜店 泡夜店 我觉得我是完全接受的 成熟不光体现在年龄上 关键是 他那个心智要比较成熟 那好像现在好多 年纪大的男的 就喜欢年轻的玩 他们觉得是 成功有自己的资本 你比如说 你晚上逛夜店啊 唱歌啊 喝酒啊 或什么 太频繁了 或者是 比如说 你要是真正闺蜜 你要是认识不认识的 或者什么呢 有一个人认识带一大帮 就出去 乡亲海喝的 或者什么 那我就 感觉不太接受 不太接受 对 就是农村孩子们 要自己一步一步闯出来 所以这种人一般 事业有成的人 一般会相对比较本分 所以他会 可能接受不了 就是 这种 比如说这种 城市里面的女孩 然后家长 对 家长比较小十岁 可能会有一些代沟 就是不是说他不对 也不是说对方不对 可能就是两个人 匹配度上会差一些 现在不是 互相求的一种关系 是欲 我可能会为你 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但不可能说 大的方面 因为认识你了 我整个的 所有的生活全颠覆了 那不会是这样子 那我之前是 是多么失败 我自己有没有原则 你觉得最大的问题 还是年龄上导致了价值观的不同 或者生活方式的不同 有这方面 那如果让你再找的话 你会考虑年龄的范围 肯定我想找一个 比我年龄要小一些的 因为我今年已经367了 所以说你要是 比我大的 虽然说女大 三报金砖 我觉得我就不报了 然后比我小一点吧 大概78岁 67岁比较为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上场是二号女士 我不知道她的年龄 是不是你所希望的 这个年龄多少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 像你说的希望那样成熟 来先帮我推下 二号女士的话筒 品红姐你好 你好 品红姐你好 哎呀 一口一个姐 肯定是很小了 哎呀 我先不问你年龄啊 你告诉我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 成熟的女孩 还是比较单纯 比较简单的姑娘 这个都不用想 我肯定是比较单纯的 在我这个年纪来讲 也算相对比较简单的 就是也是期待一种 很简单的生活方式 嗯 那你对年龄上有要求吗 呃 我十岁以内都可以吧 十岁以内都可以 对 那你是希望找一个 成熟一点的 还是和你一样 呃 比较单纯啊 大家简简单单 享受爱情和家庭的 呃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 相对成熟的吧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中 需要一个人 成熟的我 你觉得一号先生成熟吗 我觉得目前看足够成熟吧 他属于熟透了的嘛 你刚才说到足够成熟 真的这个是向马老师问的 是是成熟透了 过了还是说刚刚好的成熟 呃 刚刚好吧 应该是 那就青山还有点太嫩了 是吧 不一样的风格吧 这青山这种风格 算是成熟的吗 还可以再熟点 哦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青色 嗯 以后叫青色吧 北京话叫青不愣子 哈哈 有北京人能给解释一下 这个青不愣子 就是您这样 不用解释 我听到这个姑娘 二号女孩 觉得您挺成熟的 嗯 刚好的成熟 那我不知道她的年龄 是多大 我们一起请上 二号女嘉宾 来看看她吧 好吧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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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女嘉宾董吉 二十六岁 北京人 未婚 外企职员 月收入七千元 选择语录 我在等我的大将军 黑虎 猜一下年龄 二十五六 二十五六 那林会长猜一下年龄 我觉得 估计就按死左右吧 二十 其实郑会长跟他 好像可能年纪上 各个方面 是啊 对比较吻合一点 感觉 会长公布下你的 实际年龄 男嘉宾眼光很准 二十六岁 我觉得二号女孩 跟一号女孩 完全不同的类型 然后一号是显得 就比较那个 比他要成熟一些的 那种那个职场的 那种女性那种形象 外体支援 你是在外体工作的 对 我在一家投行 就是做董事助理 然后其实我跟一号女嘉宾的 那个工作环境 应该是挺像的 因为我之前 在一家欧洲第一 就是第一的 基金公司里面 做过就是董事助理 然后做了三年 那你对一号先生 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我觉得挺成熟的 对 你是把它当成 一个成熟的异性来看 还是说当成 一个董事来看 像个哥哥吧 是哥哥妹妹呢 还是秦哥哥秦妹妹呢 这有点早的 不就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你像那个 他这个好朋友 这个闺蜜 就管他叫亲哥 就不是情哥 一棒子就那个 一棒子打出去 你打出去 你决定冲着哪个方向去 既然来到这儿了 肯定不是为了找亲哥吗 对 那他跟他之前女朋友 不是没什么区别吗 也是比较小的 来两位这样啊 我们也做一个 这个小的亲戚模 你展示一下自己 也了解一下对方 好吗 因为董基也是26岁 很年轻 可能有很多 尤其北京人 很多发小朋友 也喜欢出去玩 这个可能连着 已经第四天了 去K哥 还有喝酒 第四天晚上 运虎约你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喂 喂 董基 你在哪里现在 我唱歌呢 你又在唱歌呢 这都第四天了 快结束了吗 还在一会儿呢吧 董基来 再来一杯 这个旁边 这是个大叔啊 还大爷 你跟我们朋友 同事了 你都跟您在一块喝酒啊 领导 领导啊 我也不想来 但没办法 这四天都是领导吗 没有啊 之前有个朋友 来北京嘛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这朋友来北京 这一领导陪的啊 不是 这是两回事 今天是另外一波人了 是同事 之前是朋友 哦 之前朋友 今天同事了 哦 那明天是谁呢 明天没有安排啊 那明天没有安排 明天咱俩去吧 这样行吗 你是要现在约都出来 哦 现在约都出来啊 对啊 你工作结束了九点钟了 想出来吃个宵夜呀 约你朋友吃个宵夜呀 那你现在能出来 到后海去吃点饭吗 我都快吃饱了 要不你来接我吧 然后你跟我一块唱一会儿 就北京女孩那种 特别爽朗 然后那个反应特别快 特别典型 我觉得她还挺放得开的 其实说白了 对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好 你跟大叔没唱过 我就不去唱 不过捣乱 这不是捣乱呀 你是我男朋友 这要给大家没什么呀 我觉得不好 你们耽误领导 王爷 该你唱了 王爷 爷爷唱 爷爷是不是唱花木兰了 对吗很多 要不你唱花木兰 我先走了 好 你好男嘉宾 心里不够自信 对 他才会 他有点驾驭不了 对 他才会有这种反应 人家总级挺大发呢 邀请你一起去 你还往后退 我觉得我还是符合 这个年纪的吧 我可能还是相对会 是属于爱宝的那一种 夜店我肯定是不去了 但是就是那种 小静的酒吧跟朋友一起小错 我还是会 就是偶尔会有的 会有异性吗 异性会有 但是基本上都是 因为我是单身嘛 所以基本上异性都是朋友的老公啊 或者怎么样 运虎这样的人 他会非常的介意这些 你会为了他而放弃和朋友 这样聊天喝酒的机会吗 比如说已经约好了 他不愿意去 这回不是模拟了 对 是实在的 其实我对这个状况特别熟悉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找了一个老公 就是很介意他这种 会给他每天安门进 安排到就是九点必须要到家 或者是周六日啊 九点一刻到家这种 我经常去中间去劝他们俩 就是作为合适老妻 解决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我真的爱这个人的话 我会做一些妥协 因为毕竟你是要走入一个家庭 你身边多了一份爱 你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的妥协和牺牲 但是我也希望同时 对方可以理解我一点 因为我之前的一些感情经历 所以让我知道说 我的生活中不可能只是 为一个男人而活 这个男人不属于我的时候 我还可以有我自己的朋友圈子 我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我会跟他试图去 就是协调这件事情吧 就是两个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圈子 然后互相信任 也没有必要说两人 就必须所有人都玩到一起 然后怎么怎么样 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我们只要有共同点 而且共同点比较多 大于我们那种 就是说差异性 这应该就可以了 一个女人是不为一个男人 因为她知道为三个男人活的 一个是她爸爸 一个老公 一个儿子 万一什么是女儿呢 女儿 女儿那再成一个不是儿子了吗 你一定生到有儿子的 没有没有 开玩笑 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提的话题 经常也提醒我 我不是说不说实话 而是说 现在我觉得很多的 不一定能接受得了 就说我觉得至少有两孩 比较好一些 就还想要儿子 但是山东人的思想 我不是说 一下把山东人全部说 现在也 因为都解放那么多年了 大家这个思想 都已经也解放了 山东人是骨子里 是说一定要有儿子 这种强求不得 这是天意 你能决定 他刚才不是说要生两个吗 我爸爸我妈妈都是说 我特别喜欢要有个孙子 我哥哥生了两个女儿 我弟弟呢 这个马上也要生产 我弟妹 虽然没生产 但是做这个 检查也是个女儿 检查 小到小去 反正是说是个女的 这个是我爸爸就有点 有点失望 孝顺孝顺 一顺微笑 但是不是说是盲目地去盲从 于笑地叫 从我内心考虑来讲 如果说自己努力能做得到 难不说生一个生两个 都不是这个男孩的话 如果女方愿意配合好 我觉得第三个我也不建议 但是说 这样我父亲呢 我父母亲会觉得 他一个孙子 他这个精神的一个念想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教育 如果是教育到位的话 女孩会比男孩更优秀 总结年纪比较小 这个大哥哥的观点能接受吗 传宗最大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妈妈是山东人 所以我会 对 所以我会有一些 就是朋友啊什么的 会接触的比较多 我也能够理解 就是山东人的这个思想 相对会比较传统 对 我是可以接受 而且我也喜欢儿子 其实他的生活当中 他是需要一个能够理解他的人的 如果一个人根本 不理解这种经历 或者是对这种经历 怎么是这样的呢 质疑的 其实对他来说 内心其实是没有力量的 眼前这个26岁的姑娘 比你也小10岁 你对他认识算是成熟懂事一点的女孩吗 对对对 是 你说你是不是海归 然后你是不是怎么样的 这些没必要 只要看着还行 完了踏踏实实的 然后能听话 能那个就是 就基本上干什么 这种就就可以 不用太有个性 太怎么样的 很传统的 也不用太 太聪明 太有想法 太个性的 适应不了他 他也适应不了人家 董吉刚才在运虎说的过程当中 透露一个信息 这一点我估计你得考虑一下 他的现在老父亲也是在农村的 对吧 对 一直在农村 一直在农村生活 可能从他的意识里面 他对于一个女孩的传统 以及能够接受他的家庭的生活方式 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你怎么看 坦白讲我确实就是像 像男嘉宾这种 这种家庭背景的朋友比较少 对 确实或多或少 或许我不能够理解那种 就是创业 或者有很艰辛 到一定程度上的这个艰苦的过程 所以我怕男嘉宾在接受程度上 对我会有产生就是迟疑吧 你的言外之意就是 你非常欣赏那种 能够经历过创业的男人对吧 对 我觉得男人就是 男人的自信主要来源于事业 我是因为我家庭的关系 我爸爸的事业行吗 所以我并不觉得 男人持家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男人的自信 主要来源于他的事业 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通过自己打拼的 那么就是格外值得去珍惜 你可能现在看到是他成功 但你对他怎么起来这些方面 你不够理解的话 那你就很难融入到他这种家庭 将来就是婆媳之间 会有很多这种矛盾的 我是生活在山东的一个偏域的农村 我们老家是辽城 当然辽城现在是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我在也推广源我们甲乡 我们深县是一个国家级的平衡县 我从小我在农村生长 我觉得现在就像董姐刚才说的 我自己从来没觉得 我自己生活在农村 我就比别人低人一等 反而我觉得我一个农村的孩子 能走出来 能通过考学走出来 通过自己努力创业 能多少做得这些成就 我比那些条件比我好的人 我觉得不能说更应该去推崇 去尊重 我觉得起码说 我心里我是很坦荡的 我爸好像是农卖教师 因为相对说在农村 还是收益比较好的 后来在农卖教师不做之后 又就类似一下海 就是当时就赔了一些钱 赔一些钱 当时有几年的时间 家庭比较艰苦一些 所以说有可能在我 从小的心里就觉得有可能经济稍微强大一些 会好一点 2001年我创办自己的公司 开始我是做一些 国外人出口的蜡烛 就是一个玻璃瓶子 里边有很多蜡烛 装一些花花草草 一些贴着铺的沙子 跟蜡烛倒进去 弄灯芯 里边弄完小鱼 就是很漂亮的一些蜡烛 当时做这个蜡烛 因为它是外贸的一个产品 外贸的应该参加广教会 当时公司刚刚辞职 公司比较小 一个管教会摊位 当时是在2001年左右 一个管教会的摊位 也得大几万块钱 你没有钱去买摊位 再说那是外贸管制 你也买不到摊位 就只能说我就背个包 拿着这些彩页 拿着样品 在门口 在场馆门口等着老外 老外一来 上去就给讲 就是我有个产品 当时外贸有个管制 就是我就让老外看我的产品 看老外不敢相信你 就是手足代数似的 整个交易会这期间 每天都在那等着 后来一些老外就说 还不错 就是带到宾馆去谈谈价格 他不敢把大订单给你 他给一些小订单 试试你的质量 都后来感觉到 你的价格非常低 但是做的货的产品非常好 逐渐逐渐把大订单给我 我就慢慢慢慢 真的去一点点做 一点点做 从这个最小的风险 就是几乎就成功率很低的 在门口等着发传单 对对对 手足代数行 一直做到现在 我当时记得 我做一个蜡烛 成本大约是七块钱 我卖到国外去 一个蜡烛是一块四毛八美金 大概这和当时的这个外汇 应该在十二块多 一个蜡烛能挣四块多钱 我的第一桶金是这么挣来的 2001年大约是 一年下来也就一两百万吧 有一些可能他一直在做 我其实一直就是要证明自己 这样子的话他会很累 这个海尔的总裁张润铭说过 他说你看我做 我出口一台冰箱 都不能卖一个蜡烛 给国家创我会创的多 所以说当时那个 所以这第一桶金是很成功的 第一桶金是很重要的 后来我在青岛上了学 在青岛做了几年外貌 后来我觉得青岛那个地方呢 相当于说比较小 我需要更大的事业 我就到2002年 在中国人民大学来读了个 这个经济硕士 读了个在职的 然后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我就接触到现在的店里 因为当时啊 就是也是偶然的机会 和朋友一起吃饭 因为我山东人特别喜欢交朋友 然后偶然的一次机会 和别人一起吃饭 大家提到 我现在有个专利 有个项目很不错 就有可能说着无意 听着有心了 我就说你这个专利是哪方面的呀 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我说专利号 我查了他 我都把他从网上 把相关东西下载下来 我当时因为山东人呢 就是在电力系统的人比较多 我通过电科院的一些专家 用他们进行科技导航 我说这个产品能搞吗 他这个产品是非常齐缺的 也不错 然后当时我就在青岛 挣了一些钱 用那些钱呢 我就投资到做电力设备 有一些成就之后呢 我觉得 仅仅在北京这个小圈子里边 我觉得还不足以 北京也变成小圈子了 北京我感觉 实际上北京是很大的 那个那个 事业希望更开阔 事业更开阔一些 我就到国外去留学 在国外待两年 在国外考察的过程当中 也接触了一些新鲜的收入 新鲜的管理的一些方式 包括一些新产品 我就把它引到中国来 那么公司才有发展到今天 当他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的时候 他就会是没有负担的 不是为了别人而去做 这个董奇听着 这个大眼睛一句查 自己是没有想象过的 对 因为我还是一直都朝九晚五 就是没有离开过父母 单单可能也是从这个外地来的 像打拼过程可能和您是有这个类似的地方 来帮我接下这个单单话筒 你好单单 你好 单单听你好 今天讲他这个创业的经历 你有这种同感吗 我可能没有主持人 那个男嘉宾这样的创业经历 但在情感上 或者是他的这个心路历程 我挺能感受 因为我也是从北京考学 从宁波考学到北京 然后毕业之后呢 就是一切靠自己找工作 然后一直一直走到现在 所以那个心路历程 其实是有类似的经历 说话呀什么的 这举止啊 一看就是吃了过见过 不是那种 就是特小里小气的那种 咱这个育虎 一 希望比较保守一些 不是特别爱出去玩 喝酒啊 特别闹的这种状态 二 可能希望生个儿子 因为老家父母可能 特别希望有这样的孙子来传宗接代 这种比较老旧的啊 传统的思想 你能接受吗 第一种我接受 第二种 这种期望值的话 我不太认可 我对于下一代 我只要他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但是不要界定说是性别 只要是我的孩子 我觉得只要他健康快乐就OK 如果一开始就说 非得要生男的 或者是生女的 我觉得那个父母那一代 我还能理解 但是在我们这一代里头 如果把这个期望加上的话 我觉得 至少目前来看 我还不是非常认同 但是怨虎他身上所承载的 就是父母的期望 和这个可能整个家族的期望 不是他一个人的使命 如果能生男孩更好啊 如果不能生男孩 也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就觉得这个婚姻有问题吧 那不是 刚才大家说了一个 我想对于这个事情 也想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关于这个生小孩的问题 第一我从我自己内心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山东 这七处大地 他受恐懵思想 这个影响之深 然后呢 是有一个传统阶段问题 我父母在农村 把我们孩子 四个孩子拉着大 我们四个都从农村考学走出来 是还是在我们村里 还是不多见的 也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特别是 我记得跟青山有没有交流过 就说我很小的时候 我想起来这个事情呢 都有点 我不是大感情牌 我是内心真的 就是一种 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 用我们的是中原油田地带 有的时候油呢 会喷出来 老百姓就把油捡回家 用手去一点一点捡的桶里边去 冬天很冷 然后呢 我放学回家了 我妈妈就是去捡油回来 那个大桶的一百多斤 然后抬着回来 刚刚买了一袋饼干 我妈都吃了几口 把饼干全部给我了 我有的时候 回忆这一段啊 我心里都挺难受 没有我父母 我也没有我的今天 所以说我的 我爸爸身体不太好 心脏也不太好 所以说我从今年开始 特别是去年 有一次我出差 从香港回来 我妈把腿 这个这个这个 摔着腿了 我回来之后 我回到家一开门 从香港回来 然后我妈 煮煌管归了 我当时我感觉 瞬间我那个 那个泪就下来了 泪就下来了 我能很理解它 我现在经济条件 我觉得自认为 不是很好 我还可以 我能养得起 国家的计划生育 政策也放开了 我也不是顶峰作案 也不是违反国家政策 那么单独 单独的可以生 二胎 都放开了 然后父母心里更高兴 我觉得我特别 我心里可以更开心 就是这一生 都很不容易的父母 给他们一个安慰 给他们一个交代 对 让他们完成 心中的夙愿 能理解是吧 总结 对能理解 我觉得OK 我没有任何的局限 不是说一定要加上 一定要生男孩 或生女孩 当如果有这样的 一个条件的时候 就不纯粹了 会影响到婚姻 对啊 那如果生的是女孩呢 那难道 就你就换一个老婆 再生一个儿子 他怎么不说留学的事 老说小时候的事呢 在这个场合 你是要体现出 自己的那个优点来的 他现在说的小时候 他小时候是 他有什么优点 他农村的 家里有穷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是他的最弱势的 你要说他要是 特别的虚伪的一个人 他根本就不提这以前 英雄莫问出处 你别管我以前怎么样 反正我现在我牛了 怎么样 他还老提这段事 他不提他那个 那个辉煌的那段事 就说这人他其实还是 就是挺重感情的 他是我采访的所有嘉宾里边 最富有的一个人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这样一个 很能创富的人 他心里有着非常柔软的部分 他喜欢的女孩 不一定就是有那么花容月貌 但是这个女孩 一定得孝顺本分 他最打动我的是 他说他父亲的时候 说他母亲的时候 这是一个十分懂得感恩的人 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们 往火坑里推的 这个男人 是可以为对方着想的人 我就想告诉大家 谢谢 可以看出来这个 我们的主编 对你们评价很高 感谢 我也觉得 现场都认为 你是个不错的男人 尤其是这个准丈母娘 也肯看好你 也希望下去思考一下 究竟今天场上 是否有适合您的女孩 您也最后来做一个决定 好吗 谢谢你啊 我来休息一下 他这个年龄段 他转变不了 他就想 我就想要个孙女 没有孙女 我就厚了 就是这样 实际上男孩女孩 都是我们的孩子 我也很赞同这个 男孩女孩的观点 就说 不管他是男孩女孩 这个 只要健康的 我们的孩子 我都要把他育养 都要教育他 我觉得 给他同样的教育机会 我很支持 答案这个观点 两位女嘉宾都比较好 单单的 单单温柔大方的一遍 然后呢 这一个冻结 也有他自己 清晨活泼 然后呢 也比较开朗的一遍 我觉得普通好 我觉得还是 内心里思好思好 你刚才说 自己是一个 挺标准的北京大妞 北京大妞 这一会儿 的 确定 你可以 做得更好 这么多 我 你 也 不是 我 promote 我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这种不和谐的地方 那慢慢别的人有吸引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如果你们两个越来越好的话 谁也拆不散 我在他家就是等了一夜吧 当天他没有回家 然后 他没有回家去哪呢 很明确吧这个事 我坐在床上 我等了他一夜 然后当时他回来的时候很淡定 然后电脑开着 他就说就是你看到了这样 但是在这个之前的两个月 他就是从出差到厦门去出差 给我寄的明信片就是要求婚 对 当时那个意思 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聊天记录 其实从求婚的那一刻 这个聊天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拿这个明信片 其实一直在我的包里揣着 就珍惜着嘛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说 就是你看到了这样 已经很明白 他说你已经很明白了吧 然后我说好吧 然后就在我即将要走的那一刻 他就跪到地上去求我 对 然后 之后我们试图去和好过几天 但是这几天我过得特别累 因为他也很累 他会每天不停地给我发视频 或者发照片 然后就是告诉我他现在在干什么 然后 让你证明 对 让我证明 我也没有办法再去相信他 所以就分开了 我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为什么别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能很快地 从这段感情走出来 是因为我再也不能做得更好了 我觉得 我做到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 最好的冻结 所以我不后悔 花盆碎了 再怎么沾河 也回不到最初的样子了 因为还是被修补过了 还是也裂痕了 其实人只要能过自己这一关 没有什么过不了的 其实我是挺随和的人 就是很容易让别人去 就是交朋友的人 但是我之前这七年 我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子 就是现在去回首 我发现就是之前的七年 我的朋友全部来源于 我前男友的朋友 当他离开我之后 我发现我的朋友圈子 基本上没零 因为我已经不好意思 再去找我之前 男朋友的朋友去当朋友 我也会 不想再找寻那段回忆 对 所以我需要 就是重新去建立 我自己的朋友圈子 那你这段时间 怎么熬过来的呀 男朋友也没了 感情受到了伤害 朋友也没有了 对 那会儿就是连续一个月 每天只喝一杯红酒 然后对 不吃饭只喝一杯红酒 对 那身体能受得了吗 就是没有吃饭的概念 怎么都是女孩受伤害 没见过男孩受伤害 也有 太少吧 没见过 我是没见过 其实这段日子挺好的 因为我之前被保护得太好了 我之前甚至就是上班三年 他会每天接送我 甚至他退掉了所有的应酬 去接我下班 然后喝多了可能还会冒着酒驾的风险去接我 然后我曾经不知道 就是如果他不来接我的话 下雨了 我怎么打了这个伞去坐公交车 我曾经不知道这样 这个一年的时间 就是让我知道 我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做 我倒霉觉得他个性特别巧 你看他有的时候 他懂得是让步 懂得去说 刚才说 我刚才我们俩在沟通交流的时候 他不说吗 我尊重 我可以怎么 他实际上还是会 会有一些 因为他还是比较了解男人的 您看您在场上跟一号先生 那样的一个表达 我们会因为他 我失去我的圈子 我该怎么样怎么样 让一些男士听起来 心里觉得不大舒服 理解归理解 关键是怎么去表达 怎么去陈述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会觉得 我如果恋爱了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我也有生活圈子 我相信他也允许我跟那些朋友 保持一种非常好的关系 这样的话对方听起来呢 只要感觉上舒服一点 你就像自己描述的北京大妞 先知可快 有什么就说出来了 但是对方的感受呢 大家也许没注意到 在董吉的左手的中指上 戴着一枚戒指 这枚戒指 就是他的前男友送给他的 而他依然待在这里 董吉刚才说的也很明确 我也相信他所说的 这段感情在他心里早已过去 他为什么会留在这里 是因为他选择了原谅 他为什么会跟所有男孩说 我不能因为你失去我的圈子 失去我的世界 是因为他没想过 这样一个女孩 在面对异性交往的时候 他不去想对方的感受 是因为他自己不怕受伤了 心里不设防 但是就是这样的人 往往容易受伤 你要是你这一段恋情 你结束了 别送了你的钻戒 你还在带着受伤 那你就失去很多机会 那毕竟这是一个 很标志性的坚持 而不是普通一个坚持 对不对 其实我之前还有一个特别 就是有点小女孩的想法 就是我希望在我未来 就是找到那个 我真的觉得可以依靠终身的 依赖终身的一个 另外一半的时候 我们相对很稳定的时候 他可以送我一枚新的戒指 帮我亲手把这个戒指扔掉 心里替代了就替代了 没有必要把那东西扔了 那钱买的 有什么扔的都不要 所以你的想法是说 希望有一个新的爱人 帮你把这枚曾经的记忆摘掉 但是男孩们会这样想吗 对下这个一号先生的话筒 你好 运火 董基手上这枚戒指 你怎么看 我心里有一点小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说我是他 这个新的男朋友 我会把他就像董基说的 把他踢下来 你这一个戒指 你可以深深地去 去珍藏起来 都可以 他会建议 李德我在采访你的时候 就跟你说过 还是摘下来 我跟你说过这些 是因为我知道 它可能会影响你 但是我想替董基解释两句 董基 他会把一个戒指戴在这里 证明这是什么 他戴在表面 证明在他心里没有 如果说一个人心里真的有的话 他是害怕他出现的 你这个不好说 两种可能 有可能说 对原来一种感情的一种回顾 听完几位老师的话 你是愿意把它摘下来 珍藏好 还是继续戴着 等待你的白马王子 帮你摘下来 我希望帮我 下一次再来吧 好 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我表面上说 我前男友接触了 那你心里没忘 你心里没忘他 他只是你一个过客 而不能走到一起的一个过客 我们就掌声有请 二号男嘉宾吧 来 有请 二号男嘉宾高明 三十九岁 北京人未婚 网球教练 有房有车 高明第一次出现在选择节目中 是在2009年 五年中 他多次来到节目 却一直未能结婚 其实他的条件非常优秀 但是五年过去了 他依然单身 五年前就来过了 对 来过 又来了 一直没有成功 五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五年中间有短暂联络 但是一直没有最后结婚 这得怨青山 五年都没帮你找到成功 不赖青山 是我自己的问题 跟一号完全是一个反差那种感觉 力量型 对 力量型 阳刚气就是那种很足的那个 你觉得是自己什么问题啊 没法改变我自己吧 我可能太坚持 你坚持的东西 是不适合婚姻吗 可能有些东西对婚姻 有些小的影响 什么呢 比如说我可能 我不是特别想要小孩 听他说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的 我从小到大呢 就是不是跟我父母一起长大的 这样呢 其实跟我父母的感情 没有跟我姥姥姥爷的感情 那么近 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 我父母有没有我呢 可能关系也不是那么大 然后再一个是 就是我自己年纪 现在也不轻了 那就说现在 如果再有一个孩子的话 那将来 等他上学的时候 我再去教育他 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那种经历 我可能承受不了 主观上 我不太想要 而且既然自己已经说 错过了 比别人晚了那么多 都没有走进婚姻的话 我不可能跟其他人走一个 就是说 正常的路再回来 跟别人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注定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倾向于是 最好不要孩子 反正我倒是挺不想要孩子 有一孩子的话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经历基础 相亲过 对 然后也有短暂的牵手过 对 就是没有走在一起 对 青山了解吗 我接底了 没问题 你说 你能不生气不 我不会生气的 先说说高明来过几次 在我印象当中 这一次应该是第六次 不是 老选择 不是吧 是第六次吗 我自己记不太清楚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 天啊 我以为你要少说几回 其实我录的第六次的时候还是第七次 第六次的时候我就讲过 我说我是今天不管成不成 我都是最后一次来 我真的是再也不想再来做节目了 你知道吗 因为真的丢不起这个人 你知道吗 我说那么多次没有成功吗 他来六次 我估计他的观念跟很多人都不为大 青山他跟我怎么说 他说因为你这几年也有自己那个新的变化 跟原来可能情况不太一样了 现在其实比原来情况更复杂了 然后呢 青山说我给你 撮合这么多 然后我就怕 把自己变成女的嫁给你了 真的呀 然后他就是一直自己也是 跟自己在较劲 说为什么 就是说觉得我 我这件事情怎么就这么难 他肯定是觉得你挺不错的 一直特别帮忙 是吗 所以一直想帮你成就姻缘 我给高明介绍的女孩 他见过的 我觉得俩手应该有了吧 你可以一个手 这样 差不多 我的小姨子 介绍给他了 我曾经介绍给他 天啊 我觉得为选择能贡献的 我几乎 因为你的小姨 你很熟悉吗 既然你介绍给高明 是你认为从基本条件和两个人个性来看 你因为都很熟悉 觉得是匹配的 大家不要以为我小姨子不漂亮 很漂亮 长得特别像一个明星 陈慧琳 高明给我的回答是 我妹妹长得也像陈慧琳 是觉得太熟了 对 你说得很对 我真的是觉得长得跟我妹太像了 所以我觉得我从心理上有点 就是说不是特别能 这算不算 王老师算不算矫情啊 他有压力 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理念 他如果和青山的这个成了蛋挑了 那有可能青山会操纵人家的生活 其实他就觉得这压力太大了 我跟他淡挑 所以比方说两口子之间 哪有熟悉捅牙的 把你过来了 告诉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因为你角色太多 你又是淡挑 是吧 这个大姐夫 然后你呢 还是介绍人 你说这么多的角色 荣为你一身 然后人家不要孩子 小姨子在跟你哭 说没想要你家那一把 你就找人家了 然后你就改变生活的轨迹 你信吗 我还是有点糊涂 您等我捋一捋 一般人还是想要孩子的 就是和好朋友做了这个蛋挑 这个有压力 就长得像妹妹也不行 也有压力 会不会你也是要求比较 要求完美的一个人 属于完美主义者 但你刚才说 你现在情况更复杂了 个人的生活的状况更复杂了 什么状况呢 因为我现在实际上是跟 一般的人的那个生活轨迹不太一样 我本身是北京人 但是我现在不住在北京 我在北京周边河北省的某地 租了个农村院子 因为我养了有一些狗 然后那个就都在那地方放着 所以我基本每天会 养口也会在市里边养啊 只要有那个狗 这是违法的 而且我养个大型犬 我了解这种大型犬 它可能一高兴的时候 它会那样像站起来一样 就是或者说抱你 或者扑你的那种 一二三四只 这四个 我现在有六个狗 还有两个不一样 跟这个 这是阿拉斯加雪橇犬 那你这有经历 干点别的光养着狗 你想又得溜 因为我除了我自己打球 然后上课 我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的 所以我不养狗 我干什么 我都快抑郁了 你会接受这个家里 有这么多宠物 还是大型宠物吗 这一点我可以接受 但我觉得它为什么不把这个 就是也很有爱心 然后就是拿来养个孩子呢 我觉得其实养狗比养孩子好 为什么 因为养狗 就是这狗的一生 都会跟你就是特别特别亲近 但孩子就不一定 养狗都不养孩子 我觉得 我觉得你养狗和养孩子 是两个概念 你知道吗 你养狗都不养孩子 我解释不了 他的家里肯定不是很幸福 他应该是一个特别叛逆的人 你愿意跟高明再交流一会儿 还是说下去休息一下 听听他的故事 我下去休息一下吧 下去休息一下 好 来尊重你 来休息一下 一号来台电影 很有责人感的人 我觉得他对这个创业的经历 应该是很让人去折服的吧 二号我觉得他应该是 其实从心里 他应该是挺暖的那种人 觉得他是挺接地气的一个人应该 您可以养那么多狗 不愿意养孩子 对 我宁愿养这么多狗 都不会养孩子 因为孩子大了以后 会跟父母越来越疏远 因为你肯定想让孩子将来 就是成才啊 飞黄腾达啊 那你肯定不能让他在你自己身边 将来肯定会离你越来越远 那也不影响这种血脉 或者情感的交流啊 那是不影响 对 但是你等于这些付出 谁的付出是 想完全没有任何的那种回报啊 是啊 但你不觉得回报 有时候未必是天天的陪伴啊 也许一个电话说一句 爸爸妈妈我想你了 你身体好吗 这些就是回报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 也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这个就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就是说也许孩子会 跟我很亲近很好 这个当然是可能我积了得了 也许是说他也许忤逆呢 或者怎么样呢 不太多这种情况了吗 其实我觉得他不要孩子 也是因为他跟他父母的关系 就不是很近 所以他也怕他未来的孩子 也是这种一种状态 他会失望 这种血脉心情 就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总会在那儿的 只是说我们是否把它激发出来了 或者是否被其他一些 不好东西所蒙蔽了 它在 只是没有爆发出来 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 都有不好的一面 可能有些人适合 有些人不适合 我明白事情都好坏两面 但我怎么觉得你提起 至少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都是不好的那面 是和你自己的成长背景 有关系吗 可能有点关系吧 什么关系啊 就因为我跟我祖父母一起长大的 外祖父母一起长大的 所以我跟我家人的那个感情就是 反正我们都相对比较独立 因为我母亲05年不在了 现在只有我父亲一个人 我爸基本上从小到大 没有给我辅导过功课 也没有说因为我后来的就业啊 或者什么婚姻这方面 给我有什么建议 或者什么指导 就没有 所以就是觉得 只不过就是是我爸爸而已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 但他肯定也关心我 一般跟父母感情不好的孩子 都会叛逆的 就感情对他来说 这一功课很难 你觉得你和自己的爸爸是一种人吗 不是一种人 他对自己的孩子可能 这种爱的方式相对比较疏远的关系 他其实是非常固执的一个人 就是他不会为了我做任何的改变 我也不想让他为我做什么改变 那你愿意为他做改变吗 怎么说呢 因为他也没要求我什么 其实每个人的爱都是需要释放的 就需要收获爱 也需要释放 但他没有地方去给他的爱 因为他父母 他说了对他来讲无所谓 其实他这个爱都没有办法去给予别人 因为他都是有点那种 怎么讲 永远夹着尾巴做人的那种感觉很那个什么的 我不是说要多张扬或者怎么样 我希望就是说能够活得比较真实 现在这个生活是你所喜欢的吗 是我自己喜欢的 你的选择 我觉得虽然住得远 但离我这种向往的生活方式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如果财务再自由一点那就没问题了 你是像我这种就田园一般的生活 对 我喜欢这样 我早上起来一般是天亮起床 我住的那个村子它是每天晚上停水的 所以现在如果起太早的话 没来水也收拾不了什么 所以我基本上是五点 然后睁眼 然后我躺到六点大概起来 然后基本上就去给狗换水 然后打扫一下 然后给他们收一下什么粪便 然后再喂他们 你知道农村一个人住院子比较大 然后什么都要出来进去的 反正也闲不住 然后自己可能会去超市买些东西 基本是以给狗买肉为主 然后回来带一些我吃的东西 然后那边炒菜不太方便 因为没有油盐机 所以基本都是我吃火锅什么的 涮个什么东西 说简单做一个什么比较简单的 然后可能没什么事不太会出门 就现在会很宅这样 然后天黑了我就睡觉了 他不说了吗 他生活轨迹跟别人不一样 他说他有时候凌晨就起了 这个跟生活起伙关系不大 说不定有些人就笑了一口 他就喜欢这种做起时间的人 冬天我睡觉更夸张 我可能五六点钟就睡觉了 是生火需要生煤的 然后我因为基本上每天往返城里工作 所以我懒得生火 所以基本上就只能忍着 然后就有个电路的 完了就插上以后暖和了 所以就好一点 为什么不在工作的地方 就不在这个室里面生活 室里生活没法 我的狗就没地方安置了 就是因为狗吗 对 我就是因为养狗 所以才住在这地方 否则我城里其实有 我应该起码有三个地方能住吧 会不会觉得为了狗 就是生活条件太艰苦了 放弃太多了 后期你对你自己的热爱 是这样的话 你不会觉得任何辛苦 真的不会 你是觉得狗可以给你带来 很多情感上的汇报 对啊 我养这些狗 也不是为了卖钱 或者繁殖 或者怎么样的 或者参加比赛 怎么样参加狗展 没有 我就是看到他们以后 心里很舒服 你看到他们吃东西 看他们跑玩 你就会心里觉得 就是特别的开心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 他都不是喜欢动物 喜欢到一定程度 他是生命中缺少寄托 五年多 或者更长的时间 你遇到过一个 跟你志同道合的吗 恰恰我也不想要孩子 恰恰我的理念跟你一样 咱俩太合适了 也有类似的人 但是可能我对他 那个感觉就是 没有好的那个程度 能结婚 但是高明 就是你能找到 这样一个愿意 和你在交外 或者很艰苦的生活 这个是一方面 为了狗狗 不是 就不要孩子 这个就很不容易 还愿意在交外 那么艰苦的生活 对对对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虽然我 我现在因为单身 然后我 我现在没有什么其他事 除了工作以外 然后可以往返照顾 其实 我如果成家的话 不会说 在这地方住的 我城里可以住 城里有房子 这边的话 将来会想一些 那狗狗怎么办呢 可以就是找人照看 或者花钱雇人 这也可以啊 接受不了了 过在自己的世界里 好像我很幸福 我很满足 我有很多狗陪着我 但实际上 它现在现状 它是很不满意的 但它只不过 没有办法去改变 因为你39岁 你是对这种婚否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 带孩子呢 没有要求 都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决利啊 或者是户籍啊 那也没有要求 是北京人否 没关系 城里还是这个 没有关系 没有要求 我曾经在网上 就认识一个 他们家是 北京郊区 他们家是羊羊的 我其实考虑过他 但是后来因为 我觉得见了面以后 还是他 就是我还是 对他可能是 就是缺少那个 男女之间的那种 就喜欢的那种感觉 你是条件 你接受的 对条件 我是可以接受的 没有条件 我倒觉得是一个 挺可怕的事 对 因为没有标准 您说 户籍无所谓 具体工作无所谓 得有素质 没办法没关系 得有素质 你看这就是个问题 那您说说 您对素质的要求 大致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那起码就是说 知书达理 然后带人接物 什么这得很体面的 跟我的世界观 跟价值观 应该比较吻合吧 愿意过田园生活 与世无争 最好是 起码能理解我 应该是 而且还 最好是不想 孩子 其实怎么说 如果就是说 假如说 两人商量 然后有这个能力 不是孩子 绝对不能要 这个只不过是 我的单独的 这个想法 因为毕竟说 现在40了 现在在一个孩子 等孩子上小学 我得快50了 我哪让你精力 说整他呀 能接受他 这种生活方式的 女孩应该少吧 应该还是有的 只不过是比较少 我理解啊 我不知道我们的 女嘉宾是否理解啊 帮我推下 三号女嘉宾的话筒 您好三号 您好 刚才高明讲到 一 他不太想要孩子 二 他过这种田园生活 养了一群狗狗 你能接受吗 可能我对宠物的投入度 没有他那么大 我觉得在我的生活里 我的父母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额外的兴趣 锦上添花的话 才是宠物 就是你是希望 跟父母更近一点 不希望为了养宠物 而远离市区 远离父母的家 是吗 对对对 高明这个有问题吗 我觉得至少一周 得过去看一回吧 三号 像高明所说 他一周去郊外 看一次狗 其他的时间呢 还是在市区里边生活 这个你能接受吗 我不是说介意 那个他在 那个郊区 经常照顾狗 我是说 因为父母年纪都大了 如果是 当然父母肯定 年纪下会有一些病痛 如果在某一个时间段需要照顾 那他怎么兼顾 他喜欢的狗和家人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码事 他该怎么照顾就 怎么照顾 肯定要以家人为主 但是说 我这方面安排开 其实 其实找个人照顾 这个病不是很难的 因为这个 我这个是 其实花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只不过我现在没有必要 去请一个工人来帮我说看狗 这样的话我等于自己花钱 然后让人家去享受这个乐趣 人家还不见得 像我这么尽心尽力的 然后因为我都是平常喂狗 肉就是粮食 只不过作为辅助的 说在那个肉 他拿自己家吃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可能误解高明了 在这坐着一直很担心你 你说的所有话 不在调上 你知道吗 刚才女孩跟问你的话的时候 是在说什么 她说的意思是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比如现在 如果说你的父亲生病了 肯定先去看我爸这还用说吗 可是你为什么不那么回答呢 那狗少吃一顿也死不了 那兄弟 为什么你不那么直接回答呢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把话说的太满 因为你没有实际碰到那个情况 我是特别不喜欢假设的 我两边肯定会兼顾好的 这个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你直接表达 是这意思吧青山 你直接表达不会的 是吧 因为这个狗这个动物我特别了解 两天不吃都没有关系 只是稍微瘦了一点点 那么人可不一样了 你就要直接表达 我们就被你着急 是这样子 因为每个人他可能自己的那个 考虑问题和说话的习惯 可能不是特别一样 我为什么就是刚才 就是说的时候青山吧 说他小姨子介绍给我 其实我原来也有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 那个顾虑 其实您说出来 我回想起来是有一点点 因为他有时时常就是交给我说怎么去迎合女孩子 怎么去讨好他 然后怎么去追他怎么样 但是我不是他 这些东西我做不来 哪一位说觉得我这个说话呢 听着就不着调 然后就听着就特别别扭的话 如果他连这个方面都不能理解的话 那你说其他的 碰到其他方面呢 肯定以后也吵不了摩擦 高明我问你一下 你觉得我咱俩认识五年了 我有变化吗 有一点不是特别大 其实我告诉你我的变化很大 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的我 简直就完全变了一套思维 结婚之前的我事事假想 不能接受这个不能接受那个 我觉得如果遇到什么情况 我一定会怎么办 我在前面想的好好的 而当我真正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哦 原来不是这么回事 当孩子在床上哭的时候 我当时想的是 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我妈做最好 但老太太会累 我必须让我媳妇去弄 我媳妇累 我必须把她抱起来 而我不知道怎么弄的时候 我马爪一样 到她三个月的时候 我抱得很熟练 我知道我 我可能从这方面讲 我不算是个合格的父亲 但是我在做 她改变了我一直以来的所有想法 当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会改变你知道吗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不喜欢假设 哪一个姑娘跟你谈恋爱 不是从假设开始的 难道真的跟你走进婚姻之后 觉得不合适离婚吗 你说的有道理 但我觉得其实还是相互理解 是这个基础 听不进去别人说话 我觉得青山比以前成熟很多 那会认识她还没结婚 她就是因为做父亲 巨大的不同 你谈到说我很真实 青山这五年的时间 也不停地在给我一些场外指导 怎么去跟女孩子交往 如何博得女孩子的芳心 但是我是我 我是真实的自己 但是呢 你忽略了一个因素 其实你是想找一个朋友 就是找一个女朋友 也是希望跟她进入一段婚姻 但是选择来了这么多次 而且好几年已经过去了 还单着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要反思一下自己 比如说青山那些招 是不是我尝试一下 有的还真凑效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不做调整 我们如果说总是固守在自己的 那个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层面的话 那就只能是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她就找一个那种 家庭也差不多父母 你医疗也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女孩不管不顾的 也要自由的 对也要自由的 就是也不用有没有稳定工作的 然后就觉得一切能吃饱喝足 然后每天能在郊外走走 然后喝喝茶吃吃饭就完事了 其实你看这五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都在变 青山在变 马老师在变 我在变 这个变化也许你自己 很难去定义你的变化是什么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的情感观世界观 都会慢慢的发生细小的变化 对 也许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是不一样的 明天的你和今天你也不同 我们去接受变化 接受改变 其实是一件好事 青山为了你 你也专门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片子 来记录你这些年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五年前第一次来到选择的时候 高明三十四岁 还是一个俊俏小生 看到她然后喜欢她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谁看到她不喜欢她 我觉得有点 自然了 所以我觉得即便当时可能是比她 可能看上去更赏心悦目的男孩子上来 我觉得我要想认识她也会愿意去 三年前 高明三十六岁了 虽然穿着时尚 但似乎苍老了一些 其实我就没有想再那么高调的出现 其实我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表达一下我的那个态度 今天就是无论成与不成 我绝对都是最后一次来选择 绝对没有下一次 因为我已经 因为我已经发现 我在这已经不是受欢迎的人 因为我来到门口就有编导看见说 这不是高明吗 你怎么又来了 几个月前我们在她的微信中 再次看到她的照片 三十九岁的高明 已经很像是一个中年人了 五年前曾经的俊俏小生 五年后 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 不改的是初衷 改变的是面貌 谢谢啊 其实看完挺有感慨的是吗 那肯定是岁月不饶人啊 五年了都快啊 原来还可以说是三十出头 现在等于就跟说得说是四十了 这个节目挺用心在做的 如果说她真的静下心来 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能帮到她 高明其实不应该难找 是不是 所有人都会点头 对吧 道送我说 她不应该难找 她是北京人 她有独立住房 她有着一份比较好的工作 很稳定 如果想打球的话 她可以打到很大年龄 都没有问题 交没问题 高明这个人说实话 还算挺乳养 还有一点 她长得不难看 对 其实她不像快四十岁 对 看不出来 而且她打网球 体能上也不一样 对 还要狗 还得遛狗 其实她很年轻 任何条件都尚可 为什么她找不到 我今天坐在这里 我才深深切切地感觉到 坏在你的嘴上 我真的是习惯于 就是打最坏的打算 其实是有些东西 我是可以做到的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我 我把情况说得比较严重 比较坏的时候 她也能接受的话 那比这再好 就更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是不按常规出牌 因为在这地方 大家都说自己 怎么体面的好的一面 对啊 然后不会说自己 就是说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你现在说的 还是你最好那点 你能理解吗 嗯哼 我不咋地不咋地不咋地 别人想了 现在都不咋地 将来就更不咋地 你能明白吗 那我可以明白 你反着出牌 嗯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 当你真正找一个 能和你一起结婚的人 我相信你会倾入你所有情感的 对 你一定会对他好的 那为什么不说人话呀 刚明我突然理解 你为什么特别孤独 可能这种孤独是一种 近乎残忍的这种追求完美 就是我希望我所有的坏 先表现出来 以免影响我们将来 完美和解的相处 不知道三号女士 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还说一个包容的人 她是否能够包容 你所呈现出来的这些 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理解的地方 嗯哼 希望她是这样一个 能够理解你的人 那我们就把三号女士 请上来吧 好吗 来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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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三号女嘉宾张元 36岁 北京人 未婚 导游 她是选择2012年 5月25号的 二号女嘉宾 在当时的节目中 她上场就与收养 流浪猫狗的老人拥抱 让人印象深刻 谢谢 不嫌弃我 一点都不嫌弃 而且要跟您拥抱 她根本就没想过 您身上万一有狗毛毛毛怎么办 不是赶您了 想寻觅一位 性格乐观善良 喜欢小动物的男士为伴 她是我们专门为高明匹配的女嘉宾 匹配员音音 都是北京人 相同的地域文化 两人会有更多的认同感 匹配员音二 年龄相当 都是未婚 匹配员音三 成长经历类似 类似的成长经历 类似的情感感受 匹配员音四 找到年龄相当 还能接受 不要孩子的伴侣 已经是非常难得 匹配员音五 喜欢狗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我看 刚才那视频很有感触 你拥抱了那个老妈妈 是因为你 当时在场上 是对她的儿子有好感 还是因为 你很支持老妈妈这项公益事业 我是当时很心疼她妈 我记得当时的视频 好像是 她妈妈为了养类 先不要狗 然后好像要吃拉香 那个东西 然后又没有人理解 需要给她一些安慰 这个女孩是很有爱心的一个女孩 我觉得 我倒觉得 她这个性格 包括她也比较善良 如果高明做一些改变的话 我觉得她俩还 我觉得她俩还 都还挺合适 我觉得 在场下看 这个高明印象怎么样 很阳光 然后很男人 很硬朗的那种 就是缺少一些柔软度 你没有发现 他上去以后 这个男孩安静了吗 他不是那种 抵抗了一种 张元 刚才和高明 我们沟通的时候 觉得他在一些观念上 是比较有个色的 你都能接受吗 可能是有两个层面 比如说我不想让小孩 我是把我父母是放在第一位的 你也不想让小孩吗 对 这女孩子不想让小孩 那其实不是特别多 我首先顾及的是我爸妈 爸妈和孩子会有什么冲突 我可能我是比较谨慎的人 我怕 我怕将来是需要什么大的 医疗的花费 你怕经济上 父母你会有很大的付出 对 这样影响你对自己孩子的 照顾和陪伴 我必须要照顾我身边的 我才能想到未来的 其实我觉得他将要有孩子以后 他会很喜欢的 而且有孩子之后 他就会完全颠覆他所有的想法 我不太理解 我有两个孩子 然后我妈妈是尿毒症 在医院住了四年后来走了 一路都是我们在陪伴着他 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干 孩子不能成为任何阻止你 去孝敬父母的障碍 而且孩子可能会给你的父母 带来特别多的快乐 此时此刻的感受 也未必是以后的感受 也许到那步觉得 有个小孩挺可爱的 那行 咱得要一个吧 所以不把这个事说绝了 说我肯定怎么样 我只是说此时的一个感受而已 其实我倒是觉得张元这么说 她是一个很孝顺的表现 因为她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 都会有一种想法 觉得如果我做不成母亲的话 会是一种遗憾 不信你问那两位女孩 她们肯定是这么想的 但张元难道不这么想吗 我相信张元也希望做母亲 当然 如果说没有任何压力和负担的情况下 做一个母亲 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该是多么美好啊 可是她为了母亲 可以放弃这些 我想告诉你的是 高明所表述的这些 并不是代表她不孝顺 她非常孝顺 她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说她要是结婚住的话 她可能相当住市上海那边 是个平房 因为老爷子住了一辈子的平房了 刚下来的楼房和新鲜 高明第一想到的也是父亲 所以单纯从高明说的那些东西上 你无法了解高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要因为你的知言片语而去误解他 我不希望去左右你的想法 但是我必须表达清楚 因为我为你们两个着急 你们两个的表达方式全是那种 不管别人会怎么理解 自己先说 把自己的理解说出来 让对方随便去想 这就是你们两个 一个36岁 一个39岁 两个这段年龄的人 直到现在 很难踏入情感的原因 高明呢 是个性太强了 他稍微要把锋芒 把这个性稍微收敛一下 我觉得他俩还挺有戏的 你具体的择偶条件和要求是什么 靠边 善良孝顺 这孝顺不用说了 这是你的一个舍当其中的要求 责任感 高明你觉得自己有责任感吗 那相当有责任感 为什么这么说呀 那其实要照别人说 自己的未来的这个幸福 和你说你养几只狗相比 那我可以把狗你可以给人 你可以怎么怎么样 我为什么要feel你自己养 这点张明觉得 你觉得高明的回应你满意吗 比较满意 共同爱好是什么 我目前Ledger最喜欢摄影 摄影 高明喜欢摄影吗 不喜欢 拍狗算吗 拍狗也算了 那行你刚才他拍那些图片全是他拍的 没一张是我拍的 对吧 对 我没太感觉 我就纳闷你 你为什么说你不爱摄影呢 你拍那么多照片给我 因为 废了我好多了 因为我根本连照相机都没有 我也没有照相机 我也从来不用 如果说我和一个朋友聊天 他特喜欢摄影 他说我特喜欢摄影 你喜欢吗 我也不拿照相机 但我第一反应一定会说 喜欢呀喜欢呀 我都哪拍哪 你比较会聊天 不是我比较会聊天 这是如果你对对方有好感 或者希望你们继续交流下去 这是一个必要的技巧 反正他应该跟我是能有的聊的这方面 我觉得我虽然不会摄影 当然我应该还懂得欣赏吧 哎呦终于说了 让我这个心里踏实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有心 是不是就是 庆山是跟你表演并做的呀 上进心 你对自己的职业有规划吗 高明我一直都很努力 嗯 然后呢 因为人其实应该知道 你自己是几斤几两 嗯 然后你在你自己的 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呢 就应该还算 还说得过去吧 嗯 好 尊重对方无不良嗜好 尊重对方 这个我想是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我也不会玩牌 然后我也不抽烟 嗯 然后喝点啤酒 这不算不良嗜好 好 工作是稳定的哈 乐观呢 张媛儿有自己的评价 好学 你会好学上进吗 这个经常看看书 好学上进 这个我对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还是就比较有兴趣去了解的 你最近感兴趣的是什么 了解了什么 我最近可能 我可能用微信才两个月吧 嗯 好 算是对微信的一种了解 这其实等于也是去人家强迫给安装的 嗯 原来我没有这些 因为我觉得我有自己的生活 我这些人在上面说一些没用的话 然后什么我在那喝一杯咖啡啊 你看张媛儿 什么什么我失恋了 什么都是没用的 我觉得有时候一杯咖啡也是正能量啊 你看早晨 嗯 一个好心情喝一杯很好喝的咖啡分享给大家 但有的人 给我那种感觉他是在炫耀 其实就是一个了解 对 就是个信息 我也会看 但我不会就是所有人的都都都都 但是你会认为这有点不得对 你觉得会无聊 嘚瑟你们这 写声 你看都是负面的 也不全需要 我应该怎么养 今天录制之前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是说有关男女之间心动的感觉的 高明在上边转了并且加了一句话 嗯 她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我爱的人 对 可见 她其实她是非常非常的 渴望 渴望有一个爱情的 但是你刚才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 无所谓 你知道我这么想的时候 每一次你这么表达 我心里都会被你捏把汗 咯噔一下 能看出来青山这整个捏把汗 刚才就是张元说了很多她择偶要求 我们在一一和你做比对 嗯 你呢你对张元第一印象怎么样 还挺好 你这个不错是礼貌的客气的说法 还是真的觉得这个女孩不错 可以继续了解 张元对高明呢 你觉得她现在所呈现的状态你能接受吗 我觉得她的说话挺冲的 嗯 嗯 这种冲会让你觉得往后退吗 我比较喜欢性格温和 其实呢我所说的这个就是说话的这种语气呢 或这种态度可能和我表达的一些观点呢 可能比较鲜明 嗯 但是其实我本人性格其实非常温和 我从来也没有说跟谁发什么火啊 或者怎么样很就是不理智的什么这种情况 暴力倾向一点都没有 那这有戏呗 哎有戏呗这男孩在表达他自己 你看之前一直都是抗拒的 这回是在说他自己温和 其实我觉得五年来啊 你也有变化 嗯 你至少会在自己说漫一段话之后 给自己一个解释 或者是给对方一个解释 我觉得这是你的变化 但是五年过去了 嗯现在还是单身 我也希望呢在这一点一滴的变化当中 你能慢慢的找到适合自己 理解自己的那一半 好不好今天和你也聊了很多啊 嗯我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 你能收获自己的幸福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所有的男女嘉宾 进行最终选择 有请各位 我希望今天通过这场的心理化的倾诉啊 能够让所有人了解你们每个人的个性 明白你们自己心中真正想要什么 李浩先生你想要的东西今天找到了吗 有很多种感觉没没到 你指的是演员 一号男嘉宾王玉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也许对他来讲 事业奋斗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他无法接受任何不完美的感觉 我们衷心的希望他能早日找到适合他的另一半 而同样大龄的高明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我今天当我勇气再来到这里 我觉得还怎么说还是很有收获的 因为证明了确实我是比较的与众不同 所以大多数人可能不太能接受我的观点和我目前的生活方式 但是总有人会 对总有人会理解会接受的 三位女士都非常优秀 但是不是适合我的人 就今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所展示的自己并不是为这两位嘉宾 更多的是电视机前更广大的男士们 只要我们做到我们内心的最好就够了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都会穿上美丽的婚纱 场上的两位们是性格表现非常的明显 无论是会长也好高明也好 那么喜欢您的人他会及时跟您联系的 青山在这儿愿意继续帮助大家 因为已经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特别是高明 今天这个舞台的中央是空着的 至少这一刻我们的生活那一半还是空着的 但是希望你们的人生舞台能够早日圆满起来 能够让这片空着的舞台变得丰富多彩 祝福你们各位 好吗 谢谢各位来到现场 想了很久我想想她求婚 这一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